听着窃听扩音墙上传来不太清晰的声音,密室里的几人陷入了沉思。 江星火讲的小故事,大家都听得懂,而且讲得在直摆不过了。 无非就是贪官三儿子从小就接受了不正当的教育,导致人生价值取向扭曲了, 认为当官就是做了官就有钱赚,还要坐堂打人,出起门来,开罗赫道。 所以,三儿子既然学习,科举的动机就不纯,就是为了赚钱,为了用手里的权力微服自专, 为了威风八面享受高人一等的排场和虚荣心,那么最后三儿子当了官的结果, 自然也就是走上了贪赃王法的道路。 若是遇到元朝那样把地方官吏当放羊管理的皇帝,自然也无事, 可不幸遇到了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,就得被扒皮宣草了。 故事不见得是真人真事,道理也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, 但突出的就是一个建威之著,国家管理学。 朱高赤文言,脸色一下子重视起来, 问道,夏尚书可曾听闻过这门学问, 或者说,关于封建国家管理,夏尚书知道多少。 夏元吉想了片刻,回答道,这个名字臣不曾听闻, 但管理封建国家类似的道理却是略有耳闻, 只是单单从这个名字来看也判断不出来具体内容, 也就是这门国家管理学到底是怎么管理封建国家的, 所以臣不敢往下论断。 老官僚下元吉划不留守,说了一卷车,咕噜废话, 好像说了,又好像什么都没说。 既如此,朱高赤也不好抢逼护不上书表态, 转而看向了旁边的道眼,说道,道眼大师怎么看? 道眼笑着说道,江盛既然提及此事, 显然已经胸有成竹, 定然是不同于什么商君书、自治通鉴之类的道理, 殿下何必多次疑问呢? 且慢慢听下去便是了,倒也不必如此心急。 朱高赤只觉得道眼和夏元吉这两人今日的态度有些奇怪, 倒也没有继续细想下去。 不再思考身旁两人的事情, 朱高赤却是顺着江星火的那句话, 继续想了下去。 什么是封建国家管理? 道眼给出的答案是, 江星火讲的内容一定是跟商君书自治通鉴不一样。 什么是管理封建国家的人? 谁在管理封建国家? 对于这个问题, 朱高赤却很容易就得出了结论。 官吏,文官和小吏, 在实际上管理着这个封建国家。 而江星火作为影子的小故事, 也无疑印证了朱高赤所猜夺的答案。 江星火想说的一定是, 正是因为官员作为管理封建国家的人, 在一开始踏入科举的目的动机就不纯, 就是奔着升官发财耍威风滥用权力去的, 所以才会让封建国家难以管理。 嗯,一定是这样, 朱高赤心里默默想到。 光秃秃的心歪脖子树下, 江星火看着几人, 面带笑意地说道, 在讲解第二个问题, 谁是管理封建国家的人的时候, 我先要讲清楚第一个问题, 也就是什么是封建国家管理。 什么是封建国家管理? 自上古时代有封建国家这个概念以来, 封建国家管理的本质是什么? 朱高旭今天的表现欲望非常强烈。 这种在父皇面前强烈的表现欲, 大致跟江星火前世当大学讲师的时候, 看到年轻的大学生们在球场里打球, 而旁边站的黑四妹妹时的表现欲差不多。 俺也听了江先生这么多节课了。 朱高旭连声道, 俺觉得封建国家管理, 首先第一个便是, 封建国家才是统治、率领、管理全国各种封建势力的最大势力。 江星火皱了皱眉头, 很想纠正一下, 首先和第一个并不能一起用,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, 朱高旭正在信头上,不能打击学生的积极性。 朱高旭继续吐没星子横飞, 俺还觉得, 其次便是封建国家管理, 应该还包括对封建国家经济、文化的控制。 封建国家管理不仅是统治者对老百姓和其他势力的管理, 也是对方方面面, 有行到, 无行的事情的管理。 此言一出, 朱低倒是真的有点对二儿子刮目相看。 这才被江先生调教了几个月, 便跟编了个人似的, 不仅脾气肉眼, 可见地没那么暴躁了, 而且竟然还能在短时间思考问题后, 给出一个听起来还挺完整的答案。 最起码, 首先有其次, 条理清晰, 内容靠谱。 想到这里, 朱低竟是颇有些老怀大胃的感觉, 她看向江星火的眼神里, 也带了一丝感激。 朱低心中想到, 朱本来以为这傻小子没救了, 没想到经过江先生的教导, 竟然真的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, 江先生的能力, 真是让人觉得神秘莫测, 不仅能预知未来, 学识渊博, 而且教书育人也不差, 让朱联想到了那因才施教的孔夫子。 朱低的心思略为有些复杂, 孔圣人, 江圣人, 江星火若是出狱后, 恐怕以她的能耐, 光靠一张嘴, 一根笔, 就能把大明的思想界搅得天翻地覆霸。 不过这样对朱低来说, 也是一件好事。 毕竟, 论刀霸子,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比朱低的刀霸子更硬, 但是论笔杆子, 朱低的笔杆子恐怕跟他的刀霸子比起来就差得太多了, 就连学是最冤博, 最能蛊惑人心的道眼, 都不敢跟儒家正面说道说道, 以前只能写点博弑成猪这样死人的文章来聊以自卫。 真正的勇士, 需要直面儒家这个庞然大物, 需要顶住万人唾弃, 需要承受无与伦比的心理压力。 与儒家开战, 公结, 诋毁, 谩骂, 除非一个人能够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关系, 不在意任何人的看法, 方能抗住这种恐怖的压力。 而朱低觉得, 江星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 心怀苍生之志, 能做晚天之举, 且不说朱低心思如何转动, 朱高旭这边却是滔滔不绝了起来。 所以, 俺觉得封建国家管理, 就得需要封建国家拥有绝对权威, 而且必须具有严格的管理法律和明确的规范。 如果没有规矩, 不成方圆, 那这封建国家管理将很难长久维持下去, 俺觉得应该施加严刑俊法, 任何管理想违反封建国家管理的法律都将受到严厉惩罚, 这样就不会出现三儿子那样的贪官污吏了。 八皮宣草哪高? 要俺说, 得恢复商周王的袍落, 急在铜柱上涂油, 下架探使热, 并有罪之人行骑上, 折坠探中烧死, 菜盆只将人包干净, 涂上引诱毒蛇的草药, 扔下坑中, 喂毒蛇, 将心火, 正合, 朱蒂, 朱蒂看了一眼自家老二, 不由蒂心头感叹, 真狠啊, 比自己诸十足玩的都化。 你说的这些也不是没有道理。 将心火开口道, 好了, 言归正传, 封建国家管理, 从字面上来理解确实可以理解封建国家对各种事情的管理, 但是, 在讲课的情况下,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去深切关注这些, 而是要对其进行本质分析。 将心火郑重问道, 想要探究封建国家管理, 先要探究封建国家, 请问, 封建国家建立的过程是什么? 直接说出你们的第一反应, 不要思考, 不要犹豫。 冰墙马撞者豫王之, 朱蒂和朱高旭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, 两人诧异地扭头相识, 又同时别过头去。 这句话语出新武代史, 总归是不太好听就是了, 但是显然, 父子俩既然这么深同步, 说明心理想的, 也确实是这一套东西, 所以才会在这种需要第一反应的问题中, 直接回答出了这个答案。 江心火却一拍正和的大腿, 点了点头道, 正是如此, 江心火肯定的这么干脆, 反而让朱高旭有些不适应了。 江心火却不管他怎么想的, 只是回顾道, 之前我们在国运论里讲过, 在上古时代, 从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封建国家的产生, 便是因为黄河流域的人们在利用水运充分交换了物资后, 在贵族和巫师这两个必要阶层的带领下, 逐渐形成了封建国家这种政治组织, 以更好的统筹发展生产力。 但封建国家建立的这个过程, 绝非是和平的, 安宁的, 而是注定伴随着血淋漓的杀戮与无休止的战争。 江心火盾了盾, 继续道, 著名的捉戮之战, 便是皇帝不足联合盐帝不足, 与赤油部落所进行的一场大战, 目的就是为了争夺更大的地盘, 更多的人口, 而这种战争进行得多了, 封建国家也就建立起来了。 关于封建国家建立的过程, 江心火缓缓道, 我翻看了华夏上下数千年的历史, 却发现这历史不论年代, 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, 我横竖睡不着, 仔细看了半页, 才从每一页的字缝里看出字来, 却看到满本都密密麻麻的写着两个字。 这下连朱迪都有些好奇, 他问道, 哪两的字? 江心火瞥了他一眼, 开口, 吃人, 封建国家建立的过程, 就是吃人的过程, 而封建国家管理的过程, 就是研究如何更好地吃人的过程。 感谢观看